大家都知道普通話的重要性 我想這裡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學普通話 但是學習普通話和用普通話的教宗文是兩回事 有一個相當大的差別 政府有一份普教宗的支援計劃 這個計劃已經結束 剛才議員都問了有沒有做這個檢討 這個檢討的報告會不會公開 會不會讓大家看到 這個報告初步我們已經收到 要經過與常會核下一個小組 在下個月再詳細討論結果 適當的時候我們可以發佈結果 整個普教宗我希望能夠用一個教育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究竟其實想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想學生學好普通話 也都學好中文也都學好廣東話 那麼這些目標能夠達到的方法就是最好的 究竟普教宗在小學階段就用普通話的教宗文 能不能夠達到這些目標呢 我不知道剛才教育局做的那個計劃那個檢討成效是怎樣 就著我們現在在學術界見到的研究報告 就對於普教宗的那個成效呢 是有保留的都相當之多 就是當中呢 就是未必能夠真真正正這樣 能夠提高到那個中文水平 那麼很多大家心目中的假設呢 其實未必成立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有一個很確實的一個研究報告出來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再看看 究竟我們在哪個階段 或者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情況之下 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在小學階段 我們就要做普教宗呢 還是說其實在小學階段 我們應該是用學生的母語 來到去發揮他們那個語文溝通的能力 發揮到極致 令到他整個思維能夠提升呢 那麼這一點呢 我覺得是局方可以認真思考一下